Hello 大家好,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點睇 今天有三宗社會新聞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是關於突發消息 長洲複合王原來他的發援申請被拒絕 令整件事的戲劇性增加了 以及對於政府來說 亦都是間接提高政府的勝率 更加確保了在9天之後那些免針子會再次說 goodbye 關於這宗新聞稍後慢慢看看 另外第二宗新聞是關於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由原本的37.5元 現在有共識到40元 其實是說每一個小時就多加2.5元 工聯會有代表說 其實對於最低工資只加到40元 就跟習主席的期望是背道而馳 工聯會很明顯是不滿意的加幅 並且不滿意到拿習主席的說話出來說 當然會去跟大家看看 究竟工聯會所說的說話 他的理據在哪裡 以及是習主席的哪一句是他認為呢 只是加得那麼少是不符合習主席的期望 當然關於最低工資這個話題 我都會分享多一點 另外第三宗新聞 我自己在其他正常人群組裡 都看到大家很生氣地討論 就是關於7.1前年7.1的那宗刺警案 首名被告被判入獄5年 剩下的第三被告被判刑33個月 有很多人出來罵 就說 哎呀搞錯呀 這麼輕這個人擺明拿命的 因為真的拿把剪刀就去插警察 我自己其實都是有同感的 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5年的話 真是好益了一個人 不知道律政司會不會想著去上訴 關於這宗新聞 有些什麼大家有些冤氣想罵的事 都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還有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七名私家醫生被指濫發免針子 所以政府早前宣布 會將他們簽發的2萬張免針子無效 至於福核王入品高等法院則質疑 當局免除免針子的做法是違法 獲得高等法院就頒法禁制令 亦意味著有關的免針子 在司法程序進行期間仍然有效 但事件到今天 福核王就跟明報表示 他今天早上收到法援署的通知 他並非是今次司法覆核的持份者 所以拒絕批出法援 郭卓堅透過電話訪問確認 沒有法援 他心感無奈 形容法援 他說什麼就什麼 表示自己會聯絡私人律師 繼續去訴訟 原來在2天前 散停後 福核王說自己已經打了三針疫苗 沒有拿著這7名醫生的免針子 相信司法福核是具有勝算的 這件事就怪怪的 因為我之前看的那份報章 他承認自己沒有打針 又說是拿著這7名醫生的免針子 搞到現在好像有點羅生門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去看自己的影片 都是說 我看的新聞也是說 他是承認自己怎樣怎樣的 不過現在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知道 法援就說你不是持份者 所以拒絕了他的法援申請 這個理由一出的話 我第一時間就會在這裡想 你2萬張免針子 你要在裡面找些白手套出來 再去申請法援又行不行 還是已經開始有人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不奇怪 但是其實法援去拒絕一個人 他通常跟你只講一兩個理由的時候 但是就不代表那一兩個理由 就是所有拒絕你的理由的全部 所以就算你說去找2萬張免針子的持有人 再去重複申請也好 相信到時法援處 就會去用其他的理由去拒絕 因為作為過來人 我自己都申請過法援的時候 在我心目中 我會覺得其實法援 對於一般人要去申請來說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第一 你不是律師 我都不是律師 那麼我們怎樣去讚寫一份 能夠說服律師是能夠批出 即是法援給我們的理據呢 所以這件事是變得極度之困難的 而且其實法援 他不批是有得上訴的 我自己都試過 他跟你說不行之後 你就需要在14天內提出上訴 提出完上訴之後 你還要排期的 排期要排多久呢 通常要排半年左右 然後你就有得在高等法院開庭 然後你去跟法官說 究竟你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法援 但是 你能夠提出上訴 就有一個14天的限期 但是這宗官司 在七天之後就開庭了 所以對於覆核王來說 就算他這次的法援 去申請上訴也好 是所有事都趕不及了 然後我自己又會覺得很奇怪 訪問當中就說 會去聯絡私人律師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很好奇 到底會有什麼律師 幫一個明顯沒錢的覆核王去做事呢 當中的律師費又怎樣得來呢 還是有律師願意免費去做義工呢 還是背後又有612基金 又有烏尼媽差的人幫忙找數呢 這件事都是很值得留意的 正如我兩天前的影片說過 其實他們最多都是開心這九天 甚至乎不要說九天 兩天之後他們都開始不開心 開始要投行 政府都說明了 其實這段時候 就算你繼續用免針紙也好 所有事都會有紀錄 還有就是說 就算之後處理回事也好 都未必是代表這班人 可以撇除他們用虛假文書的紀錄 所以這班人 那兩萬個人千萬不要想自己能夠走得掉 始終都是很大機會會被人抓 還有他們自以為的頭號軍師複合王 原來就已經馬前失題的情況之下 對於我們正常人來說 七天之後大把好氣體 可能到其時過完七天之後 警方大把人可以慢慢抓 下一單新聞 看看最低工資的新聞 有消息就說 最低工資將會上調至40元 工聯會的權益委員會 表示無奈和勉強接受 批評如此的水平 就與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七一講話的期望背道而馳 工聯權委就說 領取最低工資的工友 已經動身了四年 為了防止一動再動的情況出現 現在只能夠無奈和勉強去接受這次的水平 他們認為現時機制有缺陷 政府必須全面檢討 將每兩年檢討一次的時間表 改成為一年一檢 並且探討最低工資形成的機制 以四人家庭計算 平均每個月縱門金額是16975元 如果以最低工資40元計算 家庭中有兩人工作 每日工作8小時 每個月工作26天 全家的月入只有16640元 即是說 原來拿縱門更好過上班 工聯權委也說 習近平主席在七一講話提到 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薪勤工作 便能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但最低層工友未能享有等價回報 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未能共享 莫說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另外他亦提到 每次探討最低工資之前 勞資雙方都要展開角力 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他們提出全面檢討現行的機制 以生活工資作為最低工資形成機制 基本要高於通脹、縱緩和貧窮線的水平 去確保底層的勞工可以得到合理回報 其實基層工作來說 據我所知 不算太多工作是用最低工資請人 有是有的 但他的價格是任擺 他擺在那裡 但有沒有人去見工去做 那就另一回事 因為稍為一些正常少少少的飲食業 請試應也好 請什麼都好 都是說起碼六七十元起步 當然 如果是禮拜六日要去做 然後假日要去做 人工當然也會更加高 不過都是同樣地 例如有某些飲食行業 會去到六十元七十元 甚至乎一個更高的人工去請人 代表了 其實他們對於人的要求 相應會高一點 我分享之前一個朋友跟我講過的笑話 他就說 其實如果現在還有工 是要用最低工資去請人 其實你沒事做 你可以去interview 那你去做完之後 不是說去做 即是你去上班工的時候 你就做回自己的工作 人家出得最低工資 都是預料你 只是個人去到 都不預料你做事 都是預料你坐在那裡 玩玩手機做樣子 如果拿著最低工資的工 你還要下手下腳去做事 這些人找鬼嗎 我這個朋友的玩笑 聽起來好像很無稽 其實核心概念就是 自由市場裡 一分錢一分貨 你用什麼價錢去請人 就代表了 那個人會有什麼工作的表現 即是你用最低工資去請一個年輕人 你就不要預料那個年輕人會上班 他只是回來玩自己的手機 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就已經很給面子了 但如果反過來 你是用一塊水一個小時去請人的話 年輕人當然會拼老命 拼命跟你做事 盡量滿足老闆你的要求 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今次最低工資就加得很少 因為都是加了兩個半 純粹是由三十七個半去到四十元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要去到四十五元 才算是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畢竟現在就是 雖然我們的樓價跌 我們的經濟跌 但是我們的物價是沒有跌過的 去街市買東西 那些東西越買越貴 然後豆腐花都要加了一元 都不知道生活怎麼過下去 還有 如果你最低工資 你加完之後 都不高過縱緩的話 那哪有動力去上班 你猜上班真的說 為了消時間 打份風流工嗎 如果我背後有幾百萬未開頭 就可以跟你這樣玩 但是 對於很多人來說 他們上班 就是因為他們要生活 原來我現在不用上班 拿中環是更舒服地生活的 那我躺平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上班 我在家睡覺 睡到幾點起床就起床 我上班又不用坐車 然後下午又不用在外面吃 省下多少 政府在這方面 就真的要想想 因為你一日到刻 就在說 勞動力不足 勞動力不足 但你現在又有個誘因 是讓勞動力不去勞動的話 整件事又會變得很尷尬 還有 每次最低工資加的話 我們小市民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 雖然加幅不高 但是 也會有很多行業 就會拿著 哎呀 加了兩個半一個小時 我們的成本又多了很多 我們一個餐又要加五元 又要加三元 所以對於我們小市民來說 慘 因為最低工資升了 相信不是每個人都會受惠 但是 其他所有的企業都會乘機加價 令到各位 包括我的消費 到其時 大家又是會百上加更 還有 是不是真的最低工資加那少少 會令到他們成本支出多了那麼多呢 肯定沒有公司願意公開自己公司真正的數目給大家知道 但是 他們雜謀定價 一起在說加價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唯有又是硬吃的 最多 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不要叫動飲 省回那兩元 有真心去講 習主席七一的講話 其實擺在香港 哪有可能實現到的 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炒炒賣賣 或者你是萬中無一的天才 或者你喜歡 你去找黑心錢的話 你哪有這麼容易 可以改善到自己的生活素質 如果你是拿著最低工資 就算你是做十二個小時也好 甚至乎你做十五個小時也好 其實對於你的生活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麼大的改善呢 我自己就看不到這個可能性存在 大家很多時候工作 其實哪有說是為了改善生活 純粹是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因為很多人是說 我不工作一個月 是真的隨時會餓死的 不過 我自己都樂於見到 工聯會是多了站在廬坊那邊 去為工人說話 因為在以前有諸多反對派和商人治港的情況的時候 有很多商界代表 商界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不斷為商界去說一些沒有人性的說話 甚至乎是把很多低下階層奴方的代表 將他們貶到一文不值 甚至乎是說了很多在現階段被視為沒有人性 講完應該要落地獄的說話 現在見到工聯會的 即是我覺得 代表奴方的立法會議員 就沒有站在工人的對面說話 這件事都是很值得欣慰的 但總括而言 其實香港的基層生活始終都不好 因為兩年一減 今年減了 你要去到2024年年尾 才可能再談一下 40元究竟加到多少 恐怕都是去到42、43 如果幸運的話 就有機會去到45的水平 但是到了那時候 香港的通脹究竟會漲成怎樣呢? 既然李家超都說過 希望去幫那些基層的市民 特別是他自己都推出了一個共創明天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基層的小朋友 可以向上爬的話 除了基層的小朋友也要向上爬 他們的父母不是說要向上爬 都要讓他們能夠找到更多的資源 去栽培他們的小朋友才行 如果連開盞燈開多一兩個小時 都說擔心過一兩元電費 那你叫小朋友 怎樣可以去努力學習成長呢? 希望這些在未來的施政報告上 政府都可以多些去著墨了解一下 第三單新聞 在前年七一回歸 有警員在天后驅散示威者 打算制服一名男子的時候 遭遇偶 期間有人用軍刀插傷警員的手臂 警方當晚在一架飛往倫敦的客機上 拘捕涉行空的男子 之後再拘捕兩名男子 三人早前承認和當日的事件有關 案件在今天在區域法院判刑 法官考慮到二十歲的次被告背景報告和年紀 決定再去取得一份教導所的報告 所以第二被告會去到今個月的月尾 10月31日再判刑 至於剩下的兩個人 首被告真的拿刀插傷警員的那個 法官說案件的嚴重程度可以去到高等法院審理 受傷的警員事後只能轉做文職 前途亦受到影響 所以判首被告入獄五年 第三被告承認阻差辦公被判囚33個月 就著首被告面對的傷人罪 法官指當中嚴重之處是他攜帶利器參與暴動 期間還要插進警員 以及你不是突然插進 你還要是妨礙警員拘捕他人 雖然法官說這是他個人行事 但事發時那把刀的刀鋒是8厘米 插進人家裡有一個7厘米長的傷口 距離動物和神經是差4厘米 即是一厘米都沒有 連一厘米的一半都沒有 是隨時可以致命的 另外警員的傷口也出現了感染狀況 獲批3個月的病假 事後只能做文職 例如你想考去飛虎隊 考去PTU 變得更加不可能 因為這些是需要嚴格的表現 又要跑又要成的話 你的手臂傷了 動一動你都可能會痛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再去做前線 我自己見到這單案件 我都會有一個疑問 既然案情這麼嚴重 為什麼不想去高等法院處理呢 因為這些真是老謀 說的是4厘米就已經去到大動物了 如果他再給力多一點 真是插進去 那時候情況這麼亂 再加上群情洶湧 人們看到警察不斷流出來 肯定會阻礙救護車 還有這種狀況就算沒有人阻礙 就算旁邊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幫忙 他按住止血也好 都隨時是止不住的 所以我覺得五年的話太輕了 你不要說老謀 就算你是誤殺也好 都未必會五年那麼輕 還有 首被告他是想坐飛機逃走 即是他明知道自己是犯下了離天大禍 但他不願意承認責任 是說他即晚就想坐飛機走 是說飛機是要被警方折住 有警員上到飛機那路 還要不停叫了幾十次名 才能抓到那個人下來 只有這一點 我都覺得五年會不會太輕呢 大家要知道 在區域法院那裡 其實就有一個 叫做刑期最高七年的限制 以及在區域法院 你能夠追討到的一些款項 都有一個金額限制 我沒有記錯 忘記了是一百萬還是五十萬 但這件事這麼嚴重 還是在區域法院那裡做的話 我會覺得五年是否沒辦法 令到那個人得到應得的教訓 甚至乎他自己在知道 只是五年的時候 都是倒抽一口涼氣就說 嘩我原本以為要坐終身的 原來現在坐五年就可以了 嘩這樣就開心死他了 因為這個被告是說 比較年輕的年齡 你坐五年還要說 扣賣家 4年就出來 他可能不用30歲就可以出來 這件事是否真的代表 他能夠獲取應得的教訓 但別人警員是說 他一輩子都可能要做文職 你猜做文職就代表一定做一哥嗎 不可能的 明明有機會可以更上一層樓 可能進到其他不同部門 例如反黑組 O記 其他很特別的部門 然後做得好 就可以慢慢升上去的時候 他完全是沒有這些機會 他的未來就是 被一個想著坐飛機走路的黑暴 無緣無故就這樣拿了 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警員是否可以用一些民事的方法 去控告那個被告 叫他去賠幾百萬回來 希望可以見到律政司去上訴 既然案情這麼嚴重 就交給高等法院去處理 反正都沒有人會急 你不用這麼急著 就是要在區域法院處理 還有這些窮兇極惡的人 就由他繼續還押 也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排期排太久 還押時間到最後 是長過他的判刑時間 對他不公平 這宗案件 也不是謀殺都誤殺 就算要抓住他還押 多三四年也好 我相信他的刑期肯定大把 有得抓數 還有你現在把他還押 其實他更爽 因為起碼你還押的話 你可以自己給錢買私飯 還有有時候 見到這麼多判刑 比於我們小市民 覺得相對輕的案件 有時候都會有個擔憂 就是說 究竟去到今年年尾 明年年頭陸陸陸續續去判的 那些35加 黃之鋒 黎智英 周庭 這些 會不會到了最後 雷聲極大 雨點極小 即是坊間的人 媒體 KOL 怎樣說到他們窮兇極惡 但可能到了最後 五年 六年 然後他們現在本身 都已經被人還押了 兩年三年的時候 會不會到了那時候 只是坐一兩年 然後就可以被人放出來 然後就可以坐飛機 去歐美過他們的人生下半場呢 那麼多人 除了黎智英的年齡 是說70歲 比較老之外 其實其他人都是說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如果你判他八年時間的話 其實他們出來 他們就把八年時間當作投資 然後就用來形容自己是下一個萬德拉 又說自己 我為人權坐了八年牢 然後飛到歐美之後 又可以無限出書 拿光環籌錢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 有時候見到這些 我自己都會有點擔心 還有 有些對比 就是 有個咬耳仔的案件 其實都是 很多人咬病 就是說 搞錯啊 為何要判得這麼重啊 因為 你咬耳仔的話 其實你都未說要命 但你拿刀插下去 你是要命的 咬耳仔 居然 是判得重 比真的要命的 有時候 就令到我們這些 不懂法律的人 會覺得很疑惑 究竟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好像比較輕 然後 黃人被人襲擊的時候 就好像特別重 唉 就是批評那麼多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